OK 好來 我們來看女生聚會 愛詠的部分 對 我要分享一下 對啊 就是聊一些日常生活 小人音 你們還喜歡聊小人 好奇怪 因為都是小人比朋友多 為什麼你們身邊那麼多小人 女生的世界很複雜 男生我相對的 我聽你們這樣講比較單純 男生比較少會聊小人 他們不會聊一些 因為他們心機 就是他們沒有什麼心 他們就是很大 男生就是很直 體力消耗掉就好了 女生每天都在動腦 動腦 然後就是會被人家弄這樣子 真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如果有小人的話 當然要跟朋友分享一下 不然如果他改天去英尼怎麼辦 就是如果有這個小人的話 我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那一群比較好的女生朋友 然後就說要小心他 那因為女生的話 我們也是就是久久聚一次嘛 那當然要更新就是彼此啊 可能最近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工作上呢 就是最好分享的 因為可能就吐吐苦水這樣子 也不是這個不是八卦 這個是經驗分享 對 要小心他 對啊 就是聚會的時候 就要聊這些有意義的東西啊 而且好笑的是說 對 你在你的群裡面那個是小人 要特別注意他 同時之間你如果二分隔的話 那個群啊也在正在說你是小人 對 你這個可能也會被人聊 互相都說大家是小人 到底誰是君子 對 女生就是會有很多這些小話 對啊 對 沒錯 阿榮快點把你的板子拿出來 阿榮 就是說另一半的壞話 對 男生很喜歡在外面講另一半的話 要罵老婆 為什麼要罵老婆 很奇怪 對 到底為什麼 因為老婆說什麼另一半的身材 不是你們抱怨老婆 抱怨女朋友 身材 或太無聊 或什麼樣 都聽過 到底為什麼 你是聽誰講的 他們現在都不能承認 對啊 不會啊 我們都稱讚 怎麼可能會講另外一半壞話 有啊 就是 對 印象中我也是都稱讚比較多 怎麼可能 我真的有聽過男生就是說 他就是 他們也都有在說 他最近想跟誰分手 因為他覺得他女朋友太無聊了 那是女朋友 不會啦 女朋友 對啦 年輕 我們現在還能講什麼 結婚後都不會 因為假如我們日子也不好過 結婚後不能講 結婚後講就是違背 就是婚姻的這個原理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男生聚會 除了就是聊就是 另外一半之外 他們還會開照片互相分享 什麼 你說太太還是女朋友 不是 不是 他們會從 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 可能他覺得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 這是一定要去看看 他認識的女生是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可能網路上的妹子 然後說 欸 你看這個 我覺得這個 然後 你的不好看啊 我的比較好看就拿出來 然後第三個就過來 就從後面來 欸 你那兩個 那兩個是整的 那個鼻子是假的 然後嘴巴是打的 然後就開始 很會批評人家這樣子 對 再開始討論 就是女生的照片 然後是整形之類的 會吧 有吧 我不會 其實美的東西 其實大家欣賞是很OK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這個年紀 我們 你還能做什麼 讓我們多看兩眼會怎麼樣 對 OK 好 來 看看女生的 用各種神力排憂 解難 我是我的故事 我覺得我們女生真的多半比較有深度 對 我們都會探討生命的意義 跟一些神秘的力量 對 神秘學 就是我們有一群人 我們是特別去研究 每一個人去上不同的課程 然後來這邊幫大家做不同的服務 譬如說 你就去上人類圖 我就去學紫薇 人類圖 然後他就是學星座 都是算哪一種 對 真的 他就是學塔羅 然後見面的時候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怎麼說 哪有奇奇怪怪 我們上次見面會聊星座 男生都搞不懂星座 他們都搞不懂 我們為什麼不去學金融 那些都有幫助我們 金融太複雜了 對啊 那個什麼數字的 你還有一些什麼基礎 我們真的是完全零基礎 而且女生還會約約去 有一間廟很零 我們去拜拜 對 那個老師 我們之前聚會了 聚會的時候我朋友還說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主持 類似風水相關 來 現在還來 開始幫大家看風水 然後說 我家財位在哪裡 然後要幫他講 這裡 這樣開門 這個財位要放什麼 然後你那個金雞頭 要怎麼擺這樣子 對就是要交這樣子的朋友 然後出門之前就說 我今天要不要帶牌 要不要帶牌 要幫你算 然後大家一坐下 我們基本上聚會 都是12個小時起跳 因為我們大家就是分享完 12個小時 要幫你解決 不管這件事情 戀愛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對不對 各種生活 而且女孩子 我們聚會一定要有零食 對對對 因為在這個時刻會很餓 因為要動腦 動腦想很多 零食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類的 沒有 殘豆酥會有吧 沒有 不行 多力多支吧 血與相思 零食也會聊很久 因為她說 這個很難買 我跟你說 我幫你買一個很厲害的 對 什麼卷訓書 然後要排隊團隊 然後就開始 又開始買了一大堆這樣 所以提出現在還有 在零食名單裡面嗎 看個人 沒有 空窗餅總有吧 什麼東西 孔雀餅 沒有吧 除非有哪一個老師跟我說 一定要吃孔雀餅才會發 我就會去吃 巨懷阿喜 你不了解男人聊什麼東西 永遠就是在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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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別人的車子 對 男生在 男生會喔 很奇怪 偷拍別人的車子 沒有特別好的車 對 不會是偷拍 你就會跑過去說 這台真的好漂亮 拍一下 隨時耶 拍起來 車子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吸引他們 就是車子就是載你去一個地方的東西 工具 那我跟你講好不好 老潘的車子大概被偷拍 超過一萬次有了吧 因為她的車子改得太特別了 很怪 她的車頭好像刮虎刀 來 我請看班老師的車 可以啊 妳看嗎 不是 我知道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輛夢幻車 可是不用不著到每一台 都這樣子拍來拍去 好東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嘛 對 分享 然後就到了每一個地方 只要是一群男的 就永遠都進不了 真的要去的目的地 去露營 去唱歌 去吃飯 去別人婚宴 會館 都一直在停車場裡面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一群人圍著 就會這樣子 不 不 不 這樣子 然後就半個小時過去了 妳算是真的很有表演天分 妳們才相處幾年 妳現在已經會模仿無尊了 對 很像 妳怎麼有辦法模仿她 妳模仿她露牙影看看 對 然後 言歸正傳 對 然後呢 然後就抽掉車子 跟一些就是垃圾畫 好像他們 你們聚會 都要非常的頻繁 只要兩天不見就說 我們超久沒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一直都在 然後 譬如說我們就會說 你知道那個朋友 他最近 他那個女友跟他好像吵架 他們好像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都 我們很久沒碰耶 對 兩天 因為每天都是 喔這樣子而已 沒有內容 我們是比較 男生比較不會去講 感情啊 或是他發生什麼 你們不在乎感情嗎 不是 不是要關心一下吧 因為 就覺得這沒什麼好想的 發生在我們自己家的 家頭不要外揚 對不對 別人家的又跟我無關 對 所以真的不聊車能幹嘛 對啊 如果你們感情出問題了 你們不會去找兄弟這樣子 然後 哥們這樣子 兄弟都出收主意 兄弟就叫我們去花錢 就好 我覺得男生聊感情的時間很短 就是講說 他最近真的怪怪 就結束了 怪怪 就是 就是他說怎麼怪 男生最近就是怪怪 他怎麼了 沒有人有回應嘛 男生一定會講說 他最近怪怪 他怎麼了 可能那個來了 就是這樣 男生什麼的解讀都是 他那個來了 對 他那個那個來了 想到你有朋友 第一台車給你 我以前啊 就是我很年輕的時候啊 男生其實 另一半最痛恨就是男生 因為 借錢給朋友 對不對 借錢 對 借那麼多錢給他 是 他們都反對 對 但是因為 兄弟有難 兩肋插刀 這是我們男生在 在這個社會上 義氣 義氣 然後呢 有一次我就借了我 滿多錢給我一個朋友 後來他 他真的還不出錢 他把他車子遞給我 然後那台車是 那個時候大概15年前 S600 那是一個非常棒的車 12氣概 那已經最頂了啦 對 S600 S600什麼 賓士嗎 賓士本來S500 是不是今天很厲害 就盪了就開S500 你只要說你開S500 沒有例外一定是盪 而且是要 中 大規模的盪耶 那 500 竟然還可以給你600 那就登頂了 對 對 反正就這台車呢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幾台 他抵了這台車給我 抵了車之後給我 我其實心裡很高興 我還花了四五十萬 去改裝它 然後就換輪圈 什麼Lawrin Sir啊 什麼就改一堆東西 改完之後 我這個車一年有半年 在修車場裡面 就一直在修 我那個氣壓 空氣懸吊 一直壞掉 我就一直在修它 直到有一天 修車行的老闆 我說為什麼我車那麼會壞 那老闆看著我 他說我一直不敢跟你講 你這台是泡水車 你這台是泡水車 泡過水 泡過水 有一年在台灣密集 通宅 水災 所以有著那個淹水淹 淹到把整個車子滅頂了 然後重點是我就回去問我朋友說 你怎麼會第一台泡水車給我 我朋友很厲害 泡水車 怎麼可能 裝不知道 對 是喔 但是我覺得不可能不知道 這台車有沒有泡過水 你是一手 你怎麼可能會知道 是啊 對啊 他們裝蒜喔 這被朋友呼嚨了 對 男生比較會講這種事情 後來呢 你有跟他 你有跟他 你有跟他翻臉嗎 沒有 他現在還是我要翻臉 那你個性也真好 太有緩解嗎 你什麼新作 小刀 我白羊座 母羊座 對 OK